第六部曲,前面五的全是基础,讲的都是因果,而且是神旧之间的东西, 一家人不高级。好,没有一点说,高级到什么程度, 最低层的、最基本的东西。但是最基本的东西呢,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吃喝拉撒碎,离不开说话、思维、行为这些东西,全离不开。 而这个就是政治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基础的东西。 那么佛祖当年从道以后,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人人都有佛性,中人都有佛性。 整个都是被葬礼的葬礼。 那么依据这一句话,我们才能学佛。 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学不了佛。 我们认为,可能是贵族才能学佛,或者是某些人也能学佛。 不一定是全能学佛。这一句话非常关键。 那么我们佛祖传寿解脱这道,众生来学习的解脱这法, 中央走路上的解脱都是一句子一句,非常关键。 那么现在我们学佛也是一句这一条,一句这一条。 那么根据佛祖能源经讲,一切三合大地由心而起。 我们修行的路上,同样是由外三合大地, 我们身心和身体慢慢地归回到本性,我们就解脱了。 就可以了,很简单的道理。 整个修行的过程,佛就定了,就是界定的道理。 或者说,诸儿莫作,众生俗行,自尽情。 就这么说,很简单,非常清楚。 佛讲的八万世间法门,通通都是干这个事。 都是让我们身心慢慢地安定下来,慢慢地回归,都是在这些事。 无论哪个方式,都是在这些事。 那么我们这个心,我们自己找不找? 心在哪儿说这样的话,找不找? 那么心分裂成什么呢?分裂成圖物。 我们分裂成这三个方法。 当然,按照心经讲,六根六成六十,这些东西。 包括再往里面走五蕴。 这就是心,慢慢慢慢地,因为我们要分别执着,慢慢慢慢产生出无数的功能。 分割出来的功能。 那么我们修行呢? 尊秀就是英国原则。 佛祖当年正道以后,他观察这个世界。 他其实就是英国。 依据这个英国的原理,他想定出来五戒十善这个规则。 而且这个规则只是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约束我们。 做不做是我们自己的事。 你不遵循是我们自己的事。 你不遵循是我们自己的事。 你不遵循是自己的事。 从什么时候,后来。 在五戒十善之内,我们遵循得到的结果很长的事。 违背它跨越这个线,得到了这个恶果。 它告诉我们这个原则。 而且这个原则,唯有佛说的是真理,最正确的。 而世间,我们现在社会,生活、行为中间, 有很多的,大家已经约定俗成了, 我们接受的这些规则, 现在,离佛指定这个规则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你不符合佛主定的规则,相符的我们人类的规则, 有差距的,产生恶果,那你就要承受。 比如说,我们人有生老病死, 我们现在社会,普遍人认为吃肉还是没有问题的, 杀动物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产生问题了。 产生问题,我们只能制定什么呢?医院。 用医院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社会出现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不遵循这些问题, 不遵循佛的原则,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就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用佛讲的最基础的东西,给我们说清楚。 然后,我们通过一种方式,跟我们自己去找差距。 找到差距,找到的问题所在, 然后呢,我们发入忏悟, 然后呢,进一步的规范自己。 规范自己,符合佛的原则。 你符合它,就不会有问题。 不符合它,就会有问题。很简单。 那么,过去已经造成的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一方面,法律忏悟, 阿富汉忏悔可以消遂。 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依靠佛力, 进一步的消遂。 今后的生活中间呢,遵循这个原则, 一点一点的规范自己, 一点一点的选出去。 其实就是这个简单。非常简单。 不复杂。 但是呢,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大家呀, 一个是不知道这个规则, 另一方面呢,知道了呢,不重视。 现在很多学佛人呀, 学了佛,不重视这个基础。 不重。 这个因果,是什么呢? 因果呀,是佛教的根。 哪佛用根? 我们学佛,如果不能够把根扎牢, 把五戒散这个种子种下去,种好, 我们学佛呀,最终都是无根之木。 都是虚的。 最终是不能成就。 看起来啊,我们一辈子也做了好多事情。 做这做那,学这学那,也花了很多精力。 但是最终啊,很可能不能成就。 因为佛主啊,在经典讲过, 末法时代人啊,能得到的,很少。 少极了。 我们现在,学佛,咱们说,尽头法能方便,很容易。 但说一句话,我们有几个人亲眼看见有人, 欲知实质,坐着往上的,也很少。 不想说,听说的多。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少。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是学佛人多,成就人啊,最后真正得到好处的人。 我想,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把这个根炸牢,没有把这个种子种下去。 都是想搞一些虚伏的东西。 我们一读经,一看经典描述的那么好,那么有利益,那么宏伟。 我们天然的就认为,里边的功能,里边的好处,我们读一读就变成了。 天然就觉得,读完经,我们就是释迦牟尼佛了。 和人,我们是一张佛教的,就开始赶着赶纳,就开始干佛福什么事。 很多,你看,现在很多佛教的形式,你找一找,基本就这样。 但是回头,看看我们是什么呢? 没有人看,没有人回头看看我们是什么。 而是一读什么经典呢? 立即就按照经典的这些事情,就开始忙起来了。 这个我想是我们心里学说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佛祖当年,从道以后,在重转法轮,度吴比丘,到后面一切的讲经说法,都是手心的观察。 我们学了佛本期经就知道。 所有的来向佛问法的人,佛都要观察。 然后说成一段因缘,告诉他应该适合的方法,恰当适合的方法。 然后呢,这个人回去按这个方法修,慢慢去成就。 立根的人啊,当时就无道,成就阿罗汉果。 稍微顿一点的呢,回去慢慢修,隔一段时间,或长或长,就成就阿罗汉果。 这是佛祖当年啊,他的特色。 那么后世很多祖师呢,也是这样。 根据当时的人的因缘,当时人的状况,提成一定的方法。 适合的方法,修行就有成绩。 包括我们广东,有六祖会能。 六祖啊,是对佛教和我们中国世界情况结合的最好的典范。 最好的。 因为什么呢? 我们中国通过儒家的学习、培训,通过道教的影响,慢慢慢慢的具备了大成的功能,更新了。 那么六祖呢,把佛法叫禅宗传播过来,和中国的人性,实际情况一结合,最恰恰。 所以禅宗啊,在中国啊,这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知识性的作用。 影响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主,也度了无数的人,起到了大成的作用。 但是禅宗到后世呢,到末法呢,到了这个后代呢,变成什么样呢? 变成口说了,天天说禅,没有实修的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禅宗一说,什么都空了。 既然是空了,咱们就吃肉呗。 既然是空了,我什么都可以干。 既然,何必要执着那些复杂的东西呢? 何必要亲自去吃戒呢? 不需要。 你这样理解错误啊,就产生问题了。 产生问题,没有人成到。 禅宗这个东西啊,完全就变成口头禅。 但实际上不是假的,实际上不是假的。 实际上禅宗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呢? 是给上上更新人学的。 要建立扎实的基础,到了那么高度了以后才学这个东西。 所以到禅宗,到现在呢,实际上已经慢慢摔摆了。 没有人具类的条件学这个东西。 大家只能把它做为一个研究的东西。 禅宗悟道、正道、德道里边的事什么样子呢? 说不清楚。 只不过弄得好,好多禅宗的诗歌、悟道的故事, 大家传来传来看得很开心。 到底是什么是定呢? 怎么解脱呢?怎么是开悟呢? 谁都说不清楚。 没有这个功夫,没有这个实际。 所以我们现在啊,要做什么工作呢? 没有基础工作。没有基础工作。 没有基础工作,佛教里边啊,书性的境界啊, 禅宗我们知道有无数的宗派。 宗派它是依据经典。 这个经典呢,都是我们修行的某些境界, 某些程度,某些高度。 没有这个基础,后边的一切都看得到。 所以我们佛教的基础是什么呢? 根基什么? 救治英国,就是五戒是善。 而五戒是善,约束什么? 恰恰就是约束我们的身口意。 而身口意,规集起来就是我们的心。 本然。 因为我们修行啊,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修正我们的身口意,这就叫修行。 所以我们学佛呀,应该什么呢? 你一定要搞清楚干什么? 改正我们的身口意,规范我们的身口意, 约束身口意,让我们的身口意走上一条正确的路。 这是根本。 这是根本。 而不要把心思放在选择法文上, 这是错误。 绝对是错误。 任何一种方法,如果适合你坚持走下去, 你都能成功。 都能成功。 换来换去,再适合的方法, 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学佛呀,方法特别多。 理念特别多。 大家呢,往往无所事从。 我想,这也是一个选择的原则。 而我们地藏七呢,是什么呢? 其实啊,就是基础。 说出来,佛教牢牢地抓住这个福音, 根本。 基础。 抓住了基础以后,规范这个身口意, 天天规范,慢慢地走上什么呢? 界定不知道这个正确。 任何法门,你不抓住这个佛教基础, 修下去都不成功的。 有些法门很高级,高级在哪里呢? 高级它并不是说互联的基础, 而是在基础的上, 到了一定高级结合才能学习。 所有佛教的这个系统, 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教学。 它不能割离。 不 braivo。 我们山庄的王俊申, 他就说ロッ providing fellowship, 学一学,真的没兴趣了。有人说,你应该读点高级经典,读点能源经,华源经,高级经典,能唱高级。 是不是这样?不是。不是说你学了高级经典,你就高级。不是的。不是。 不是,是你自己必须修到高级,你才高级。 如果说我们学了高级经典,就是高级, 那我们天天念点高级,我们就高级就完了。 就跟上学一样。 小学生一年级就学加减升职,加减这些事情。 既然学了高级经典就能高级, 所以我们直接就把这些大学的东西给开不准完了。 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循序鉴定,根据我们的能力,根据我们的状况, 学习适合的东西,慢慢地提高。 逐渐地上去。 这么多样子,这个是上去的。 一定要系统地学习,系统地学习, 系统地学习,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地上去取的什么呢? 东西基础。 我们又不取。 说实在话,应该用另外一种方法叫什么呢? 就叫持戒加念佛。 持戒加念佛。 现在念佛人天天念,或者念的少,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他们缺乏什么呢? 缺乏要把自己的身心转变得不止。 缺这个东西。 你说念佛人天天学佛,好像懂了。 开始念进去余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最后呢,一听他说话, 他不会不学佛的。 然后观察他自己的问题。 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家里边儿子不听话, 什么不感觉的问题。 为什么不往这种形状? 这就是什么呢?忽略了呀,改造自己。 修行、修正自己的过程。 但是修行整个过程慢慢就做成修正。 借定我们的指导。 先运输我们。 不正确地慢慢我们减少,少做,不做。 那么在生活中间呢,慢慢地遵循佛教导的原则, 要改变自己。 要改变自己。 每天我们在哪里修行呢? 在时时刻刻地修行。 每天我们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就是修行的好时候。 念头一起,我们就看看, 它复合不复合。因果,复合不复合,也就是善。 甚至说,这个念头一起,是不是利于别人? 要这么想。 生活中说一句话,也马上警觉起来, 考虑考虑我们说出一句话, 复合不复合因果,复合不复合,也就是善。 是不是利于别人? 说出来了,别人很刺耳,不高兴, 愣着别说,少说得了。 说出来,人家很开心,我们可以说一说,有意义,说一说。 甚至说,没什么事,还是多念佛教,少说话好。 因为我们做不到那个高度,往往说的话, 这个人现在高兴,那个人不高兴。 我们做不到像佛说的那种圆满。 那么考虑一个周权,宁可多念佛教好了,念佛教好了。 所以我们修行并不是说一定在某个地方, 当然有个地方很重要。 有个工修场说,我们在这儿天然就要做功课, 对吧? 你在家里做功课还是有难度的。 不由自主就想干点别的。 那么来了道场,就想做道场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道场是哪里呢? 是我们美食美客在我们心底上。 心底上一转,这就是道场。 心底上不转,这就是地狱。 念头一转,这叫什么呢? 这叫放下头刀,粒粒成佛。 一念,这个时候就成佛了。 刻刻都保持,念念都转变, 时间长久地做下去了, 慢慢一个生性的变化。 不知不觉就变化了。 这是我们修行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修行,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落实到我们的身上。 不是给别人修的,不是给佛修的。 一定要修自己,这是最关键的。 一定要自己成就,变化。 所以我们修行啊,转变啊,解决是自己的问题。 一定要落实到自己这儿。 不落实到自己这个地方啊, 最后你都是白弄。 你最后我们临终的时候, 如果你没往上去放, 佛法都哪儿哪儿去了? 你双手反击佛了。 对吧? 你自己到,依然到六道轮回。 你又活多了,不知又跑哪儿去了。 白学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啊,治我们的病。 治我们生死的大病。 每天,拜上说你念佛。 每天啊,我们义工为别人服务,积累善根。 积累福德、因缘。 慢慢的呀,培养我们这些基础。 转变我们的心念为别人。 形成咱们说为别人的善。 但是呢,你遇到事就下一次就出来。 你转不过来啊,这个不容易转啊,很难转啊。 但是我们通过实践,慢慢培养我们。 一点一点就是为别人考虑。 老实为别人考虑。 转变成善的问题。 这是一种力量呀。 你天天为别人想想想想, 你这个心一点一点就扩大。 一点一点就扩大。 障碍啊,一层一层就倒了。 像我们房子,这个房子很大。 你要说想自己,慢慢啊,这个墙就越来越多了。 最后你就只有这么这样。 你要是为别人呢? 这个墙一点一点就倒掉了。 越来越宽广了。 越来越宽广了。 将来我们像佛菩萨一样, 那就在天体一样了。 对吧? 就这么转的。 很简单,不难。 但是你要懂得到了以后呢, 你就会转。 时时刻刻呀, 观照自己, 就得去做。 我们道场在哪里呢? 就在转变的一念, 你就是道场。 你要在佛堂里边待着, 还想着自私的。 佛堂也不是道场。 佛堂是你搞自私自利的地方。 一念一转, 像佛菩萨那样一转。 这个地方就是道场。 这叫啥呢? 这叫放下偷刀立立成佛。 一念一转。 念念都这么转呀, 时间长了, 你这个念头都是传散的, 传敬的。 慢慢你的身心磁场呀, 慢慢就变化。 我们整个的身心里边啊, 我们学习就是, 它是分身, 身口意三部分。 所以佛呢, 根据身口意定下来, 五戒是善这个规则。 但是五戒是善呢, 我们现在知道, 它只是个大的条框。 还有无数威胁的东西。 它只是保守我们的方向而已。 我们平时啊, 每时每刻都要变。 都要变。 观照不及, 转变不及。 其实这就叫修习。 但是呢, 你没有一个拒绝的东西啊, 你说转, 一会儿转, 不是转哪儿, 转得更错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一方面要做功课。 做功课, 佛力帮我们转变。 转变。 佛力在里边, 我们选择的是唱会的, 诵经念佛。 对吧? 有佛力, 有学习。 另一个呢, 我们还要学习。 因为佛的道理啊, 是圆满的。 啊, 世间有多少问题, 佛就有多少方法。 啊, 所以讲究八万千法人, 非常圆满, 非常多。 所以我们要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呢? 因为我们会遇到无数的问题。 啊, 不是说, 你打了一个梯, 把这点学完, 你就都会了, 都能解决, 你解决不了。 你遇到新闻期, 又花又糊涂了。 它一定是这样。 我们打普通期, 只是介绍一个基础的东西, 你知道了, 啊, 是这么个事。 我们现在的功能期, 干什么呢? 实际就是, 进一步的让大家啊, 深化, 了解。 从佛法和现代阶段, 你遇到有, 怎么解决, 怎么断。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要学习。 所以我们现在功能期, 其实也是学习, 还是学习。 还有第三条, 就是实践。 实践。 昨天在那个移工家那儿, 我们有个, 邯郸有个同修, 他就碰见他, 那家老去, 他就说, 他现在呢, 每天就做功课, 奔着一百万, 要达到那个。 他说, 哎, 我还有个问题, 怎么老解决不了。 我说, 你还得学习。 他说, 因为我学了, 你讲了, 我都听了好几遍。 他说, 哎呀, 帅这个地上, 怎么还不给我解决。 我说, 你这个, 还缺实践。 因为什么呢? 他从来没做过义工。 他刚刚做了一期义工,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他做功课和学习的东西呢, 和他自己啊, 还有差距。 没变成他的。 所以还得实践。 不是说, 你光做功课就行, 不见得, 你拜上一百万, 二百万也不见得行。 但是呢, 做功课, 首先让我们清静, 具备一个基本的条件。 对吧, 你到时候干净了以后, 你再转比较容易了。 你如果里边还很脏, 你转也转不过来, 顾不上就行了。 你记得, 实践。 所以我们自己提升自己, 学到佛的道理, 要实践。 实践。 实践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个, 咱们以前老有人说, 咱们这个社会就用大荣卢。 对吧? 就是实践。 我们就在这个荣卢里边啊, 慢慢, 怎么能够用佛法, 实践, 变成自己。 用佛法啊, 改变自己, 指导我们啊, 用, 把这个佛法的东西, 牢牢的, 建立到我们这个脑海里边去。 啊, 变成我们身心一切, 呃, 行为的准则。 这个你就修成了。 啊, 就修成了, 没有解了。 啊, 你, 不能把佛法变成你的本能。 你一遇到事, 就坏了。 是吧? 一定是用你自我的东西, 或者听来的东西, 又去弄去了。 那不是都是无名吗? 这不又错了吗? 一错, 这不又业力进去了, 又垂直了, 不就跑了。 所以我们啊, 这个平时的修行是很重要的。 啊, 这个实践很重要。 这, 一遇到问题, 就要把我们学到的佛法用出来。 改变它。 改变它。 想办法呀, 在实践中间, 不停地用佛法, 树立佛法。 啊, 树立佛法的观念建立起来。 这么变。 你不要认为这个社会, 啊, 我这样弄很, 很, 特别傻子。 你不要这么想。 你可以不说, 啊, 不去说, 不说你就不知道。 但是你内心啊, 思维啊, 你必须这么建立。 只有这么建立起来, 你慢慢去趋向于佛。 慢慢身心才能真正的进化。 最终这么准备好了以后啊, 将来你成了往生。 嗯, 嗯, 这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啊, 功夫在哪里? 就在这个里边。 这样可以。 时时刻刻呀, 改变自己。 遵循佛的这些教会。 寻陶自己。 天天寻陶。 啊, 做功课是寻陶。 学习是寻陶。 啊, 这个实践也是寻陶。 用佛的光明, 寻陶我们的深苦意。 从内到外, 从外到内, 反来复去的寻陶感变。 最后我们里边, 纯净了。 啊, 光明了。 最后保持下去。 临终从一面复, 你就保持了。